天津市出口商会李胜利主持会议并致辞 介绍了2022年以来 天津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 天津口岸外贸进出口增长 以及国家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各项实行以来的外经贸领域新变化 李胜利指出 进出口商会与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友好关系渊源深厚 双方始终未保持和增进 两国地方和民间层面友好合作 发挥着正能量的积极作用 未来双方将携手进一步驻牢天津和俄勒冈州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兰进主席表示 进出口商会 俄勒冈州中国友好关系理事会与波特兰港务局 延续2017年俄勒冈与中国贸易促进法签署生效 双方近年来互访频繁交往密切 在增进中美两国民间互信 互执友谊 促进商贸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也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当前中美关系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 但中美两国民间交往 经贸合作的热情不减 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愿意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以滚石上山的精神继续推动天津和俄勒冈州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出席代表还有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天津分会刘美如主任 文化委员会陈希珍主席 俄广财董事张善博秘书长 天津市民族文化工陈鹏副主任 著名画家谬文杰先生等 各方踊跃发言 共同交流探讨了在高校级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俄州简易住宅设施的贸易对接 以及开展包括芭蕾舞培训在内 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等项目合作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